大家都知道我是桃園人 在桃園出生长大 有幸担任八年的桃園县县长 我最关心桃園 我最希望桃園好 桃園好 台湾好 桃園要好 国民党要赢 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出最好的候选人 最能够带给桃園愿景的候选人 所以我们征召了桃圣政院长 对于这次提名过程当中 协调沟通做好的地方 国代表党表示致歉 那当然我希望所有的纷扰我来扛 希望张院长赶紧带领我们所有 桃園的同志们 大家一同努力为桃園打拼 全力拼 盛选 最重要的这一段期间 一定要给桃園的乡亲看到张善政 能够提出非常具体明确的桃園的愿景 让我们的国门之都能够连结国际 走向国际 让我们的科技新都 亚洲矽谷展现出整个桃園科技数位的新形象 同时桃園的重大工程 不管航空城 不管铁路地下化 或者重要的捷域建设等等 许许多多的延宕 许许多多的重要工程 需要院长以及所有的团队提出相关的破坏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建廷秘书长 会持续的在地方沟通协调 我们沟通努力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桃圆好桃圆赢 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